哈喽 大家好 欢迎收看《非诚勿扰》为你带来的熊猪8C实况对战解说 这场比赛一片的八神月vs3P阳神 来看双方精彩地决 来吧 两边主力BO5啊 就是主力抢三啊 首发大门对西加射 哎 哟 这下跳C直接弹入 好 瞎活 这边八神月的3C相杀呀 由于2P是浮空 对吧 所以说这波肯定是一套奏前冲下重腿则中 八神月彻底疯狂 大门越觉醒了 这八神月最近确实是状态不太稳定啊 时尔非常秀 时尔这个大门就梦游 就花水 来看下一回合 对于九星沙场的八神月来讲 这种状态的波动啊 有可能是他即将突破的预兆 也有可能是他退步的前期 对吧 都有可能了 看一下这种大门包戏还是很有威慑力的 好的 但是这手3C预读没读到 阳神这边顺势一个轻角却反 但C后抓 重手前轻手滑闪接滑步 看一下反边推进下踩 反边择 这两期大门确实不好处理啊 而且大门越嘛 对吧 时不时会给你来一个空中蓝之山 阳神这边也是比较稳 是位拉得比较开啊 喂 好的 小跳CD带入 Nice 一批原地小跳直接被揍 阳神这位选手的风格确实很有自己的特色 对吧 你像鸡扎射这种角色啊 虽然说看起来比较五大三粗 对吧 看起来是狂攻角色 但事实上 你要想把这个角色玩好 一定要谨慎 对吧 一定要细腻 身外不能给得太近 要利用自己手长脚长的优势 去轻攻击频繁的点杀对手啊 你像这个角色的要求 或者说这个角色的上限 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阳神这边的个人风格 对吧 本中代秀 初中有戏 这边高跳CD又责重直接带走 发生于这边的不知火留下三颗遗产 自己就直接下赫西去了 暴子发尘登场 哦呦 这个吓死了 原来是点下盘 而提罗也别走开 但是前大影跳冲圈还是责重 大声龙 启花三十接力 这波很伤啊 发生越响的话是可以一套诗歌对手的 MAX发尘你 漂亮 伤害确实很高啊 半首再葵花其原因 呦 直接暴起好 老的大声龙取消没有取消前冲追 必受伸 下半战B6A取消葵花走 漂亮 发生越这边换常规的套路 或者说逆常规的套路 确实晃到了阳神 看阳神这边最后一个手底的暴走发神 第一分的争夺就如此激烈啊 哎 同时暴起 哦呦 发生越率先发难 阳神这边随时准备借力打力 裸AB好险被揍 呦 这下 哦 连跳星空被卸风 好前冲跑杂卸风 MAX发振女 那一批只能抢反了 哦呦 这阳神太细节了啊 毕竟刚才那个卸风啊 算作强打伤害是非常非常低的 基本可以忽略不计 哦 前乔跳星下凡 阳神这边难受了 跳CD秦月音 应该没了啊 二四五八 呦 什么意思 还在忍 哦呦 这八神月是想就黑光吗 啊 那这下强反还是带走 还行啊 这下其实秀不去黑光 阳神都不可能赢了 好吧 除非能大声龙卡钻EP的强反 但确实非常难啊 一分一比零 来看一下一局 这一局八神月选择变阵 嗯 不知火拍头 来吧 看一下阳神能否接招啊 哦呦 这个扇子一扇 不知火很主动啊 看起来是成胜利之威啊 阳神这边也是粗中有戏 哎 后相一跳躲开EP的前跳压点 但是连续前跳还是倍声龙 这种逆向好的 败有败招 错有错招啊 这波还是大肚乱动 应该是一套带走了 来 跳CD取手 六位战地再来跟头 摸头杀带走 滚 来看下一回合 这阳神这西加射还是石鸽狂魔呀 来看八神月这边耳发出场的角色 大门五郎 满血西加射阁下又该如何应对 来 阳武帝对一下空 哇 两脚可以 有没有第三脚 哦 各种的阳武帝 但是这一下八神月有点神经过敏了 各种的预毒啊 反而给阳神找的节奏 感觉八神月有点上头啊 要冷静一下 对吧 感觉自己打得有点飘了 说实话 这波跟头一套没带走 取身折一下 哎 阳神这边非常冷静 又开始了 大门 疯狂的各种的拳脚预判啊 但是没有预判到 反而把自己给葬送掉了 来看下一回合 八神月这边最后一个手底的暴走八神 来吧 呦 直接选择暴戏 到一趟火前冲点下盘 漂亮 走着 呦 但是被连段失误 没关系 跳C又责重 那谁波士稳稳带走啊 赛翁使马胭池飞服 好极限 漂亮 八神月就是喜欢玩帅的呀 MX发誓你怼过去 生龙撒至波动 先一跳CT再爪至 嗚呦 秀起来了 快三世 站青角 嗚呦 先消一跳百合车再刷 卸风但是连段失误 哎 这下6A反而点中乱动 一批只能强反 这群羊神是要穿三吗 看一下 逆向生龙被安全跳防住 但是一批连段失误 下星角6A没接上 可惜了 其实最稳健的方式在98C啊 就是下屁葵花 对吧 无论是大葵还是小葵 都能接得上的 看一下羊神 哦呦 花蝉 要被缺反 这种窝心蝉又没有取消 先小允跳过来 葵花三世 来 葵花齐悦音 再接八只女 八只月这条连招 是非常熟练啊 蓝地薄蝉风 翻手再葵花齐悦音 哎 再葵花走路啊 揣一点气 哦 这克里斯瞬之间近身啊 跑得轻角单点 一批只能强反 八只月这边小跳虚黄 但是二批就不动 哦呦 好 小跳就开始另头 这下克里斯的生龙 龙拳 呦 连断失误 你在干什么 但是没关系 还行啊 还行 但这下资源 有点小浪费了 看一下羊神这边 最后一个手底 暴走发神 几颗戏 拾目以待 呦 武器吧 这资源还是非常多的嘛 下必单点 好 下必远 可以花三世 而B只能强反了 等一下暴击连断 还有后续伤害能取消 小跳C逆向 可以 八神月也只能强反 啊 这强反有点晚了哟 这血量掉的有点多 一次血 哦 一颗CD直接顺移 但是被抓 解锋难受 八神月这波心态 或者说 操作倒是很秀 哎 一颗CD 直接顺移近身 对吧 想对色羊神 AB瘦身起来的下盘啊 但是羊神太冷静了呀 直接解锋啊 这下真是 一招破万法 不便应万变 不管你要做什么 只要你不生龙 我就抓你 看一下这边 大门队珍希 八神月还是选择大门拍头 大门这个角色 最适合拍头 我只能讲 比克里斯都适合拍头 看一下这手 起身则 好 3C对色而贴后跳 可惜取消愉快 但是没关系 然后在这边 AB说成起来 还是被点中下盘 天地返走 来 下中队 直接打晕带走 没了 对吧 因为 咱们书接上回啊 这大门这个角色 只令头强决嘛 对吧 尤其是板中 起身二则的时候 在双方都没有资源的时候 那对方基本只能去赌 对吧 只能去猜 大门想做什么 但是一旦双方有气了 那就不会这样的 好的空中 Max蓝之山漂亮 走着 空蓝秀起来了 里头进板 但这个空蓝的伤害 不是特别高啊 毕竟是板中嘛 取消一下看一下日则 3C对色而贴的使令头 来 超的外格抓取 板边在则 嗯 你像战C晕点在身上带走了 这克里斯GG 轻角直接打晕 哦呦 十四复活活咬死 这八神月 可以啊 下手真狠啊 这也不担心激怒阳神吗 看下阳神这边 暴走八神增长 走了一颗气 高臂想空 大跳百合折 一批能量甩身 防住 拉开距离 哦呦 这大门还想跳青桥想空啊 很凶 但是这下打点过高臂 强抓谢风 桂花三十八之女 然后 来 帝波谢风 反手 桂花齐悦音 再二则 好的 这波应该是一套手点啊 再反手 天堂之眼 哦呦 稳 这还要省气吗 阳神 哇 你别后悔 阳神 这下想反交出来吧 空中蓝之山 想秀 但是想一想算了 什么意思 阳神不动 哦呦 阳神 阳神 你要这么玩是吗 阳神 阳神不动 八神月以为 阳神卡了 想前跳试探一下 结果被小跳性脚 直接打了下来 阳神 有点 有点小耍帅啊 好的 成功激怒 八神月 Max 超屁杀人风 对空 二批 抢反交不交 都无所谓了 直接带走 浮空连也确实没发交啊 反也会反空 一分二比一 来看下一局 这阳神刚才那一波 确实没毛病 确实没毛病 但是确实 毫无疑问 对吧 在八神月的眼里 就是挑衅 挑衅意味十足 看一下EP的不出火 再次拍头 这下AB受伸起来 还是被责重 高跳CD想逆向 继续连断 但是没连上 看一下阳神 剩下7加射 小跳重腿 再徐晃 这首剩下射 还真能沉得住气啊 但是想出版 没有那么容易 但我没说 哎呀好 哇 漂亮 八神月直接 前前风跑到 右边的位置 猜到阳神 想凹起跳 或者凹敲背了 还是被他走 可惜啊 这八神月 在大系层啊 恐怖如斯 看一下阳神 这边的克里斯 好的Max 超必杀忍风 刚爆戏就来一波 漂亮 困了就有枕头 这真是没脾气 这波应该是一套带走 呦 什么意思 没继续连断向二则 这下缺反 呦 什么意思 阳神你在干什么 阳神彻底乱了 其实刚才EP 必杀忍风 那个打点非常不好啊 这阳神直接下星角 或者下C缺反就可以了 但是阳神选择 是移出版 呃 天老爷啊 看一下 双方同时暴戒 来烧一把火 大跳百合折 但是安全跳 可以 阳神这边 哦呦 前AB被EP后 大跳飞手之舞 对侧到 呦 看一下 哦呦 好的又是后大跳飞手之舞 你以为我走了 实际上并没有 好的又是后大跳飞手之舞 八神月 带着关注我们下期 我们再见 拜拜